太后 那海公公的尸体还在外面 要不然我去买 宫里的太监 在慈民宫死一遍 这事要传出去 第一个挑脑袋的 就是这些侍卫 这些奴才不会生招 听闭太后 原来都出了些事情 太后可安康 出了什么事 好司裁姐们在打架 没什么大事 请大王安接 龙太明日查明了 想明 收拾了赶紧出去吧 出 我去帮帮他们吧 太后 你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我 我得忘了 慢点 慢点 你 慢点 你 慢点 不是 太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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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也 我也受伤了 太后 没用的奴才 我也很疼 扶我进去 好 好 把灯叠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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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逗 刚才我和海大副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我什么没听见啊 倘若将来有半句风言风语 传入我的耳中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 太后对奴才 按照如线 你若知道好歹 我将来是不会亏待你的 下去吧 我将来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将来是不会亏待的 啊 啊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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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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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龙弟多 这件北信 是个宝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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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公公 哎 各位公公 开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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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哦 我是老冯 老冯 啊 老冯谁啊 上山间的老冯 啊 你等会儿啊 哎 哎 你干嘛 您开开门 我好跟您说呀 开门干嘛 不开门 我也听得见你的声儿 你声儿挺大的 有什么事就说吧 再说了 我 我没穿衣服呢 你把头儿转过去 转过去 好 好 太后下了一旨 去了内务府 因海大父 海公公得病身亡 杜善司 副总管太监的执司 由贵公公 您承认 你 你不会骗我的吧 哎呦 这怎么会呢 内务府的人 一伙就要到了 您这不是新官上任吗 我们大伙都排队等着您 点个帽 讨个酒钱呢 那行 那你跟兄弟们说 我一伙就要到 我我我装扮装扮啊 好好好 那您快点啊 我们大伙都等着您呢 那行行行 好好好 好嘞 还有真好事啊 请贵公公入座 给贵总管请安 停身 不不 那那那那起来吧 好好好 请贵总管品尝 来 贵公公 这是刚下来的碧螺春 从产地一千斤里边 精选出来的三十斤 上贡来的 还请公公你慢慢品尝 行 果然是好茶啊 果然是好茶啊 这什么呀 这个 是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还请公公您笑呢 客气了 客气了 以后可不能这样啊 好 奴才给皇上请安 皇上圣躬万安 起来吧 谢谢皇上 这海公公怎么会死在 慈宁宫呢 我也不知道 皇上 昨天大晚上呢 我就听到那边 吵吵闹闹的 我就追过去了 谁知道我一到那儿 海公公就已经 这件事情不简单呀 小鬼子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没人的时候 你要叫我小玄子呀 奴才不敢 小鬼子 我让你叫 你就叫 不必拘礼她 小玄子 不必拘礼她 怎么啦 不必拘礼她 还不是因为那个奥拜 当初我是念着她 昔日的功劳 才没有杀她的 把她关在阿康亲王府里 刚刚康亲王跑来送信 说她大叫大喊 说咱们是用见不得人的法子 抓住的她 英雄不问出处 除奸不论套路 对不对 那是她最有应得 她活该 怎么能这么说皇上呢 但是这话被别人听到 恐怕不会这么想吧 那简单 咱们让她闭嘴不就得了 有什么法子 还跟我 留下好些乱七八糟的药 我随便给她用一点 我保证 她这辈子再看不了口 那你去 好啊 放心吧 皇上 小心 小心点 放心吧 皇上 你们看女儿 你拒绝了 快跑 别跑 太高了 好 好 那你儿子 你把她拒绝了 你这二个人 你叫一声 我 我不叫 你叫一声 不不不不 还是您来吧 您来 还是您来 王爷 王爷 大点时候 王爷 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鬼公公来了 不通报 不不不不 不怪他们 不怪他们 怪我 来得太迟了 您都跟这儿睡好几窍了吧 起码两窍 两窍